中国古代有四大食人狂魔 除了最后一个 其余三人皆毫无人静 一 后兆十岁 五湖乱华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这期间出现过一件怪事 不少小尼姑莫名消失了 按理说出家人惊小慎微 从未得罪过谁 就算是死了也得有个尸首吧 真相非常恐怖 原来这些小尼姑 竟是被后兆太子十岁给吃了 后兆是胡人的分支 接人建立的政权 皇帝十虎残暴不仁 太子十岁凶狠毒辣 十岁有个见不得人的特殊爱好 诗人 他经常将自己的宠妃烹杀 将其做成肉干与将士们共诗 到后面他玩腻了 就去外面抓年轻女子 有史记载 比丘尼有资色者 与其交血而杀之 和牛羊肉主而食之 大致意思就是先将人蹂躏 再与牛羊混一起烹竹 实在惨无人道 恶人自有恶人寿 十岁最后死在了亲爹手中 公元337年 他伙同部下发动政变 准备杀父杀地夺取地位 事情败落后被老爹石谷 下令处死 二 唐朝张旋 没想到吧 圣诗大唐也有恐怖十岸 张旋是唐朝名将 暗始之乱时 他奉命守卫虽扬 张旋拼命厮守 一直等不到援兵 城外大军压境 城内将士饿得皮包骨头 无奈之下 张旋竟杀了全城男女老少近三万人 将他们冲作军粮 为了激发不下斗志 他还将自己的妻子也一刀砍掉 尽管此城最后没有守住 张旋也死在了敌人刀下 可大唐敢念他的忠诚 还是追封他为大都督邓国公 对此不少人有意义 说张旋的做法有违天理 但也有人说张旋功大于过 无可置斋 大家有何见解 三 隋朝 朱灿 如果说张旋是迫不得已 那此人就是彻底的变态 朱灿原是隋朝的官吏 因受不了隋阳帝土制 随起兵造反 他每攻下一座城池 就命将士们搜捕全城的妇女儿童 将他们全部碰杀 并与部下大肆享用 甚至恬不知耻地说 天下最美味的东西 莫过于人肉 大家放心 这恶人后面 被李世民俘虏 一刀封猴 四 北宋流民 北宋靖康之乱时 恰好出现大汉 金兵大局入侵 抗金义军 久无捐粮 为了继续抗击金军 宋军将领 只能派将士 出去收集死尸使用 此举实属无奈 且并不是惨杀活人 也勉强可以理解 原末治政年间 天下大乱 民间也出现过 一子而食的现象 只能说人性 经不起考验